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拜登川普大胜海力退选 泽连斯基和希腊总理 遭俄军飞弹袭击 美联储主席接受国会问询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3月6号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郁兴兰 拜登和川普的复选之路 已经板上钉钉 尼基·海力在超级星期二的 15场共和党竞选中 仅赢得了一场 因此也宣布停止了他的竞选活动 现在总统竞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两位领跑者身上 不过在11月的大选之前 两人还是要面对多项挑战 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尼基·海力 昨晚宣布 将会暂停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他的这一宣布也就意味着 总统竞选的战争已经几乎没有了悬念 乔·拜登和唐纳德·川普势必会在11月展开复选 海力对前总统表示了祝贺 但并未向其背书 现在的问题是 谁能获得海力支持者们的帮助 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对海力的退出做出了回应 并且发迭称 尼基·海力昨晚被击败了 还说他想要邀请所有海力的支持者 加入到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 但也有令人担忧的方面 他的性格和极端主义 使更多温和派和中金派的选民 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望而却步 对于拜登来说 移民、经济和年龄依然是他的弱点 他对于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态度 也引发了一些抗议投票 明天的国情咨文演讲在此刻变得格外重要 除了继续增加大选的赌注之外 他将如何吹嘘自己的政绩 如何向川普发起攻击 亦或是如何拉拢海力的选民 都将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在乌克兰南部城市奥德萨的一次爆炸事件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希腊总理惊险逃生 两位领导人当时正在参观港口 结果就在距离希腊总理仅500米的地方 突然落下一颗俄军导弹 最终导致至少5人死亡 希腊和欧盟也都在事后 大力谴责了俄罗斯的行为 就在泽连斯基和希腊总理准备离开港口时 一声巨大的爆炸响起 事发点距离希腊总理仅仅只有500米远 泽连斯基甚至亲眼目睹到了飞弹的飞行轨迹 这一事件也暴露了两位领导人所面临的巨大危险 乌克兰方面推测 俄罗斯可能使用了一枚大型飞弹发动攻击 这次事件至少导致了5人死亡 但乌克兰方面尚未公布受伤人员的确切数字 俄罗斯随后承认对奥德萨港口区域进行了导弹攻击 声称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存在海上无人机的仓库 考虑到乌克兰昨天刚刚声称使用无人机 击成了一艘俄罗斯的战舰 这次攻击是否是报复行为目前还无法得知 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希腊总理表示 我们听到了附近发生警报声和爆炸声 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前往避难所 他此前只在报纸上阅读过有关于战争的信息 但亲而所闻亲眼所见真的很不一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他强烈谴责领导人访问期间针对奥德萨的卑鄙袭击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国际间的合作和对话变得尤为重要 全球的领导人和国际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如何将和平与安全的愿景化为行动 是当下最迫切的任务 联准会主席鲍威尔今天在国会就经济状况 以及央行在继续对抗通膨的同时 促进经济成长的计划向国会坐镇 许多消费者一直寄望于去年年底开始降息 但至少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车贷 房贷和卡债的费用依旧高居不下 这基本上就是联储会主席鲍威尔的好消息和坏消息 鲍威尔在向国会就经济状况作证之前 发表了一下看法 通膨缓解和失业率接近历史低点 是鲍威尔强调的正面因素 但代价是许多消费者仍在苦苦挣扎 利率飙升是联准会积极对抗通膨的关键 自2022年3月以来 联准会已累计升息11次 虽然在去年夏季趋于平稳 但降息的可能性依旧不大 联准会主席鲍威尔警告说 不要做得太多或是太快 他希望能让央行保持稳定 但他也对未来降低利率抱有一丝希望 鲍威尔也表示 由于抗击通货膨胀的措施仍在继续 因此他认为没有证据或理由 会使美国经济在短期内 面临陷入衰退的风险 随着人们对美国航空和铁路 旅行安全的担忧与日矩增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 今天在国会坐证 他向立法者们提供了 有关于波音航空近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也强调两党之间的资金法案 可能会影响该机构保证人们 旅行安全的能力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 詹尼弗·霍门迪 在参议院的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上 就该机构正在进行的 1000多项调查接受直询 在这些调查当中 最关键的是一架波音737 MAX 9型飞机 在空中发生的可怕的门塞爆裂和紧急迫降事件 霍门迪怒持飞机制造商 未能提供与事件相关的关键文件 就在FAA发布报告的几天之后 波音公司依然在对门塞故障进行审计工作 而现在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周 公司没有立刻回应霍门迪的证词 而执行长则先前发表声明 承诺将会制定全面的改进计划 此外 在今天的证词中 霍门迪也谈到了最近发生的跑道事故 以及空中交通管制部门 持续存在人员短缺的问题 目前国会也正在审议一项政府拨款方案 其中的部分资金就将会用于支持聘用新的管制员 与之相关的法案 目前深陷两党的政治漩涡 在获得足够的拨款之前 霍门迪恐怕也力不从心 菲律宾称中国在南海蓄意制造麻烦 消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昨天中国海警使用高压水枪阻扰和骚扰了菲律宾驻扎在仁爱礁的部队 今天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是指责中国在南海蓄意制造麻烦 不过他认为这一事件还不足以启动于美国签署的共同防卫机制 但誓言在维护菲律宾主权方面不会退缩 昨天当黎明慢慢出现在地平线上时 一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进入到了富有争议的南海水域 但很快这几艘船只就被中国所包围 从画面上来看 菲律宾无论是船只的规模还是大小都远远落后于中国 而随着冲突的激化 一艘菲律宾船只的窗户被水炮击碎 船上的四名水手受伤 据悉事件发生时 这艘菲律宾的船只正在试图穿越大量的中国海警船和渔船 寻找通往安全的航道 这些渔船是中国神秘海上民兵的一小部分 通常不会有海警的标识 但会与中国海警船一同行动 菲律宾指控中国的海警船与他们相撞 造成了两艘船只的外部损伤 中国方面则指控菲律宾入侵其领土 声称对距离中国大陆808英里以外的仁爱礁 拥有着无可争议的主权 尽管国际仲裁小组认为这一立场并没有国际法的依据 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尔多罗也在今天回应称 中国的说法毫无根据 其行动显然是非法的 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不文明行为 美国国务院也在同时表示 在中国采取挑衅行动之后 美国将会继续支持菲律宾 而议长迈克约翰逊也强调 国际社会的动荡正在变得越来越强 菲律宾和美国曾经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 规定两国在受到攻击时必须要互相保卫 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则认为 这一事件不足以启动这一机制 菲律宾的官员则将这次摩擦定性为 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事件 还指责中国故意挑起事端和恶意煽动炒作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 估议表示 根据初步调查 德国军方关于金牛座武器系统的讨论内容 日前被窃听 涉及个人失误 强调军方的通讯系统并没有被入侵 呼吁各方保持镇定 承诺军方反间谍部门将在最近几天发布调查报告 据报道 今日俄罗斯总编辑西蒙尼扬日前发布一段 长达38分钟的录音 内容涉及德国军官在会上讨论 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 并秘密协助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可能性 录音公布后 德国国防部呼吁各方保持镇定 承诺军方反间谍部门将在最近几天发布调查报告 皮斯托留斯5号指出 一名在新加坡出席航展的与会者 在参与网上会议时 因没有遵守规定而使用未获授权的链接 导致通话被窃听 并指出俄罗斯很可能是通过广泛的监视 偶然拦截有关对话 皮斯托留斯6号表示 不应该发生这种严重的错误 会对参与这次的讨论军官进行初步纪律调查 他又说 军官在会上讨论的只是一些理论 并没有做出决定 也没有具体计划 俄罗斯外交部就此事召见德国驻俄大使 而外交部发布的公告表示 俄方要求德国驻俄大使就多名德国军官 曾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导弹 并秘密帮助乌克兰轰炸克里米亚大桥等谈话内容 作出解释 俄方强调 德方此举清楚显示 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集体介入乌克兰冲突 德国政府副发言人比希纳则表示 任何声称泄漏的录音 证明德国准备与俄罗斯开战的言论都是荒谬 韩国总统应席月6日表示 医生集体辞职时拒绝履行个人责任的做法 危害民众生命 动摇法治根基 需予以严肃处理 并表示还将投入1285亿韩元储备金 协助社会度过这次事件 韩联社6号报道 与希悦在主持国务会议时 就医生集体辞职工潮发表讲话 强调将严厉处理本次的非法离港行动 他表示根据南韩宪法法律 国家和医生都应该承担保护国民生命和健康的公共责任 医生有义务遵守法律 以防止对国民健康造成危害 允希悦也表示 政府将集中所有部门力量调动一切可行资源 避免医疗瘫痪 政府同时将确保必要的医疗人员维持急诊的稳定运作 并将投入1285亿韩元的预备资金 补偿在港医疗人员 并为病患的转院和治疗提供资源 大韩医师协会媒体公关委员长 医协前会长朱秀甫6号应涉嫌违反医疗法 接受警方调查 这是警方首次对政府控告的医协主要人士进行调查 朱秀甫向媒体表示 自己从未挑动实习住院医生集体辞职 因此教书罪根本不成立 又指由于医疗服务报酬极低 是导致当前局面的根本原因 期待政府改变立场 尽早展开对话 保健福祉部上个月27号 以违反医疗法及刑法的妨碍工作秩序 教书及协同犯罪为由 向警方控告医协5名主要人士 警方其后禁止5人出境 并要求他们接受警方问话 当局传媒最新的民调显示 对于不听从返回港位命令的实习及住院医生 超过4成受访者认为应依法严处 近3成说应延长反感令实现 有2成都说不应该处罚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加州资深参议员戴安范士丹退休之后 他留下了席位 昨晚展开激烈争夺 最终民主党的西安大和共和党的前棒球明星 史蒂夫·贾维脱颖而出 将于11月展开对决 但对于加利福尼亚这样的深蓝州 这个席位可以说已经是西安达的囊中之物 在加州的参议员初选中 共和党前棒球明星史蒂夫 贾维与民主党代表西安达脱颖而出 将于11月进行对决 西安达目前来说 也已经几乎确保了他的参议院席位 在他的胜利演讲中 西安达感谢了他的支持者 但期间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他的演讲被呼吁加萨停火的抗议者打断 面对立即停火的呼声 西安达回应说 我们非常幸运 生活在一个我们都有权力抗议的民主国家 对于西安达来说 更好的消息是 进步派的民主党众议员凯蒂·波特 被史蒂夫·贾维打败 他本可以在最后的大选中 对西安达构成巨大的威胁 现在民主党的支持者 别无选择 只能将竞选资金投入给西安达 而对于加利福尼亚这样的深蓝州 史蒂夫 贾维想要战胜西安达的可能性并不大 最终 戴安 范士丹留下的参议院席位 已经几乎就是西安达的囊中之物 极端左派的代表人物 凯蒂·波特的失败 则让很多进步派人士感到失望 他的得票率只有15% 波特在落败之后的演讲中 告诉支持者 是所谓的特殊利益团体和亿万富翁 花了数百万美元 阻止他进入参议院 而他承诺不会放弃 会继续为选民而战 过去十年 人们可以通过注射流干疫苗 来预防四种病毒 但一个为FDI提供意见的专家小组 投票决定 将会为今年的秋季流干疫苗 提供不同的配方 因为一款B型毒株 已经在人们对抗新冠病毒的过程中 被彻底消灭 向FDA提供建议的专家小组投票决定 今年秋天 他们会推荐一种新的流干疫苗配方 现在美国的流干疫苗 可预防两种A型病毒 和两种B型病毒 下一代疫苗 则将只针对三种病毒株提供保护 自2020年3月以来 B型病毒中 有一种来自于山形家族的毒株 已经几乎消失 而且在新冠大流行之前 这种病毒株的存在 就已经开始减少 据悉 人们为避免感染新冠病毒 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已将其完全消灭 目前 FDA正与流干疫苗的生产商合作 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流干季节 及时从美国疫苗中 清除山形病毒的毒株 会议期间有人指出 美国能够比其他一些国家走得更快 是因为所有疫苗生产商都 已经获得了三架流干疫苗的批准 而世界其他地区 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完成转换 稍待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一起关注3月6号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主要指数周三高开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今年可能降息 但是需要更多的证据表明 通胀已经得到控制 美国2月的私营就业人数增幅 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市场等待周五的2月非农就业数据 鲍威尔的讲话提振了市场的情绪 但是来到尾盘 三大股指的涨幅有显著的收窄 收盘时 道琼斯指数上涨了76点 收报38,661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91点 收报16031点 标怀指数则是上涨了26点 收报5,104点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2月的ADP就业人数为14万人 不及预期的15万人 创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就业人数增长的同时 留职者的薪资增幅继续放缓 达到5.1% 是2021年8月以来的最小增幅 对于换工作的人来说 薪资同比增长了7.6% 是2022年11月以来的首次加速 个股消息 今天Full Locker发布了疲软的业绩猜测 截止到2月3号为止的当季 公司总计亏损3.89亿元和美股亏损4.13元 而一年之前为获利1900万元和美股20美分 销售额小幅成长至23.8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了约2% 公司预计2024财年销售额将下降1%至成长1%之间 预计调整之后的美股获利将在1.5到1.7元之间 在今年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大跌了29.3% 收报美股24.2元 美国百货公司Northstone公布 截止到2月3号为止的第四财季 净利润为1.34亿元 期内美股经调整之后的盈利为0.96元 预期为0.88元 收入为44.2亿元 按年上涨了2.2% 预期为43.9亿元 公司维持美股盈利预测不变 即介乎1.65到2.05元之间 年度收入的预计为下跌2%到上涨1%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下跌了16% 收报美股17.5元 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客机 发生了门塞 在半空中飞托事故 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表示 波音并没有依照NTSB的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 NTSB的主席周三出席了参议院的听证会时表示 波音在调查中缺乏配合精神 其行为是愚蠢的 调查人员已经询问了波音公司 从事相关工作的25名员工的姓名 但是尚未收到波音提供的任何资讯 在今天收盘时 波音的股价收报美股201元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你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3月6号的华尔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明天同一时间